上個禮拜講的這段程式跟各位講一下 這段程式其實是已經淬煉過了才這樣寫 那其實本來是怎麼寫 本來其實應該後面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一定要畫一帽 其實本來是怎麼寫 本來是應該這樣 本來是應該是我們Random完之後 然後再讓它輸入 也就是說它先產生一個亂輸之後 然後再產生一個輸入的值 接下來的話 在這個地方 其實畫有Email後 理論上後面是要一個邏輯判斷的 那理論上應該是判斷什麼 判斷是猜對還是猜錯 有沒有 所以這個上面是亂數 這個是它猜的結果 那把它兩個比較一下 所以理論上後面 畫有後面其實應該是一個邏輯判斷 那判斷什麼 判斷說到底那個使用者 就是它猜的數字是G 然後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RND有沒有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就等於等於RND 那這個等於 但是問題是 你應該想說 File裡面要處理是什麼問題 理論上應該是處理什麼 如果它猜對的 那直接就離開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是要抓什麼 抓謎猜對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寫成這樣 寫成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是應該記得吧 驚嘆號等於 這個叫不等於 如果當那個呢 它猜的數字 跟那個亂數呢 不一樣的話 那我再進到回圈裡面做判斷 所以呢 如果 那當然判斷一個是太高 不就是太低 不然就答對 所以理論上 假設 如果我們這樣寫的話 那其實 底下的這一行 有沒有 恭喜答對呢 你應該就放在回圈的外面 然後也不需要BREAK了 OK 所以我原來是這樣寫的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太高不太低 那其實另外的寫法 就不用ALF啦 因為不是太高 不然就太低 所以呢 如果不是太高就太低的話 那你用ALF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不用在後面再判斷一下 那只是會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因為你INPUT之後有沒有 假設說你猜錯了 跟他講說太低的話 那其實底下 應該還要再什麼 還要再把上面這一行什麼 輸入的 再放到這裡 讓它再輸入 因為如果你沒它 讓它再輸入的話 那區域裡面的值 就不會改變 OK 所以比較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把它複製一個 再猜猜看 那不管是你太高 或太低 有沒有 都要再輸入一遍 所以喔 其實 我本來原來寫是寫這樣 有沒有 它這個是亂數 然後這個是它輸入的 然後當 我要抓的是 當那個亂數 跟它拆的不一樣的狀況 那我提醒它一下 然後再讓它重新輸入 反之如果 它兩個 拆一樣的話 那就PRINT 恭喜 答對 底下因為程式就結束 就等同是BREAK 所以你就不需要BREAK OK 所以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所以這個是原來 原始的版本 OK 可是喔 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我要改成之前的那個版本 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在哪裡 在這裡 而且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們喔 INPUT者你要變成要三個INPUT者 那我就在想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不要三個INPUT者 不然要三個INPUT者 感覺起來 那個程式看起來就是 一種長 所以我前面講過啦 反正我寫完之後 我第一個會想說 如果有重複出現的程式 有沒有辦法讓它不要重複出現 於是呢 才改成剛剛的那個寫法 OK 所以喔 這個是原來的版本喔 那當然 這版本 我也可以啦喔 這個版本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一樣我會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 在這個 原來我們那個 拆數字遊戲這邊 那我原來這個叫輕簡版 輕簡版 所以這個拆數字遊戲 然後把它上面 這個叫原始版 原始 OK 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 當然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所以主要 會把它做變更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在 OK 主要就是說呢 把那個 這個輸入 不要讓它出現三次 而只要一次 所以最後改寫成這樣 相對好像會比較經歷一點 可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地方會變成只有 快爾一茂 OK 另外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像之前就有同學 改完 原來寫程式 就忘了什麼 忘了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再讓它重新輸入 如果不讓它重新輸入會變 那個G的值永遠有錯誤 也就沒有地方可以變更 那假設跟各位講 畫的迴圈很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一執行的話 像這個是無窮迴圈 因為 你沒有讓它變更G裡面的值 所以它永遠 就不會有等於的機會 那沒有等於的機會 那就是怎樣 陷入到它這個迴圈不斷在跑 那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假如說呢 我執行剛剛這個地方執行 那拆個數字好 拆10好了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輸入完之後 它不等於 那裡面沒有任何地方 可以變更G的值 所以會造成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Enter之後呢 它會一直跑這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趕快按那個 控制台上面有個暫停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停掉的話 它會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什麼時候才會停呢 跑到槓機才會停 OK 所以烏雄迴圈很危險 因為它等於一直不斷執行層次 讓你的CPU跟RAM 一直在不斷被消耗 那等到消耗完畢之後 那就是當機的時候 所以有些病毒 它其實背後就是跑個回圈 讓你沒辦法停下來 有沒有 像之前最早常看到那種病毒就是 一直跳視窗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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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整個全部 然後你要關關關關 來不及 為什麼它跳出速度 比你按確定的速度來得快 那這個時候它什麼時候會停下來 就當你的電腦記憶體用完的時候 它就會死當 然後你要重新開吸 那重新開吸呢 病毒又還是在 所以你永遠就無窮為缺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遇到 像剛剛那種狀況 因為常常同學遇到這種狀況 好像不會關 這裡有沒有 這個有個停止鍵 停止當前的命令 趕快把它停掉 不然的話像剛剛有沒有 就一直跑 那主要就是說這個地方 再加上這個輸入啦 可是喔 如果你假設這個地方 每個 就是重複有三個 那實在是不太OK 所以後來我把它怎麼改 就想一個方法 就是這邊加一個 一毛 有沒有 所以一加這裡 二的話呢 把那個輸入喔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就好了 也就是說喔 無論如何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進入迴圈 進入迴圈的第一件事情喔 就是幫我輸入就對了 所以畫一毛的話呢 就是輸入 那就只要輸入一次 只是說你要判斷的話呢 那除了要判斷對的跟錯的 除了判斷錯的之外 還要把對的也跟著判斷 所以喔 我們剛剛還有改一個地方 叫什麼 LIF 這個地方LIF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什麼 太低的話就是 G小於RND 第二個的話呢 是當G 什麼呢 大於RND 那太高了 然後第三種狀況 也就是說答對的話呢 那你可能還要再把它加進來 L10冒後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變成說 要把 不管答對或答錯 都要放在這個回圈裡面做判斷 而且最後多一個動作 就是要加一個BREAK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兩種寫法 都其實給各位參考 那我自己個人習慣喔 這個寫法我比較喜歡 為什麼 因為反正呢 無論如何你就先輸入 輸入完再判斷 其實還蠻好記的 所以喔 無論如何就是 執行嘛 然後先輸入再判斷 輸入再判斷 當你答對的時候呢 那就BREAK掉 就OK了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要改寫成 FileE冒號的原因 所以你會發現 網路上 Google到的程式 蠻多會寫FileE冒號 或者甚至有寫FileE冒號 OK 那其實畫有True的話 就是畫有E啦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喔 那當然如果畫有True跟畫有E 你可以打哪一個 那以拖欄的角度來看 當然打畫有E 是相對簡單嘛 有沒有 1跟True 1只要打一個字嘛 很簡單 是不是打一下 True的話你要打四個字 那另外還有0的話有沒有 0就是False 所以以後你看到我打0 其實就是意思就是False啦 那道理一樣嘛 你打一個字跟打五個字 像整體的話 什麼時候是畫有E 應該沒有 那什麼 你說如果是整體的話 對 什麼時候是畫有E 就是畫有E是True嗎 對 畫有E 其實這個地方 我的意思是說 這邊你可以改成True啦 比如說你如果假設 你不想 就我意思是說 你打畫有True 跟畫有E是一樣的 我是不太知道 這邊的畫有True是什麼意思 True的話意思是說 False後面 一定要是一個邏輯判斷 對 那那個邏輯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放True的話 意思是說 反正你一定要進入回圈就對了 OK 所以他不會有False 沒有沒有 對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 反正我就不管 回圈你就是 一定給我進入回圈就對了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畫有E冒號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 你裡面一定要有一個 叫Black的東西 那一定要有個條件是可以離開 否則的話 也會像剛剛講到的 無窮回圈 就是沒有出口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畫有其實最難寫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寫出來結果都不一樣 而且每個人心情不一樣寫出來的 層次又不一樣 真的初一、十五都不一樣 這很麻煩 所以像我自己的習慣 好啦 反正我就統一一種 反正就是畫有E冒號 然後呢 先輸入 再判斷 如果當什麼情況 答對了 哪一種情況要離開 就Break掉 這樣的話 其實喔 這樣的架構 你甚至可以 把它當成一個 怎麼講 一個SOP吧 這樣比較好記 因為層次太多種寫法 說真的 那我還是建議各位用刪去法 少記 我以為你不然程式記那麼多幹嘛 OK 而且記太多反而 你越寫越累 所以喔 當然不是說這樣你們 不要學習啦 就是說 你們可能就是自己要斟酌 取一個 你覺得最好的寫法就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剛剛第一個 這個精簡之後的版本說明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喔 請各位把它改成 只能夠拆三次的兩種 第一種方法就是 for圍圈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是用 file e冒號 那只能拆三次的話 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什麼 file e冒號 Ctrl-1 注解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 for圍圈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那跟他講說喔 你的範圍是多少 那一定要從第一次 所以1 OK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那第四次就離開了 所以4 然後呢 後面痘點1不用啦 因為這個我講過 這個可以 就是預設就是1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就完成了 只能 他一定是跑三次 可是喔 你跑完之後 你會發現 第一次他輸入錯了 第二次又錯 第三次又錯 那第三次錯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 離開 而且默默離開 完全沒有 沒有讓你知道說 到底 你的答案應該是多少 感覺好像 很沒有互動性 有沒有 所以假設啦 比如說像這樣寫完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那比如說我先輸入一個10 好 太低 太低的話再高一點 假設是11 還是太低 那12 三次了嘛 所以 enter之後的話 因為這個時候呢 i裡面的值已經等於3了 所以3的話呢 一定要stop了 所以喔 他在判斷完之後 應該還是錯啦 除非說是正確了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12這麼巧 剛好 太低 那你會發現太低喔 他就離開了 真的也只能拆三次 其實理論上 也是符合我們要的 但是喔 少了一點互動 你應該怎麼樣 欸 跟他講說 你拆了三次 而且還沒拆對 那應該順便跟他講說 答案應該多少 感覺互動性好一點 所以喔 如果你要互動性好一點的話 理論上應該在哪裡 欸 在這個邏輯裡面多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就是當他呢 已經拆了三次 欸 那怎麼知道他拆三次 應該I的值等於三 對不對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而且沒拆對的話 而且 and 沒拆對的話 g不等於rnd 如果這兩個條件 都同時出現的話 那跟他講說 喔 你喔 猜錯了 那答案多少 所以喔 我們可以怎麼做 在這邊多一個邏輯 那我把它放在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的話 所以我在這邊加一個el 然後上面呢 再補一個什麼 再補一個if 如果 有沒有 那什麼條件呢 我剛剛講的 i的值喔 等於3 這個等於一定要兩個 等於等於3 而且and 你還猜錯 g不等於 不等於什麼 不等於rnd的話 然後冒號 好 enter一下 那就跟他講說 喔 你已經拆三次了 而且沒拆對 那我跟妳講一下 答案多少 所以把rnd的這個變數呢 給他 那這個這一串可能比較長喔 所以我直接拿那個 我這邊已經答好了 在這裡 跟他講一下 print一下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所以喔 這邊的話 print一下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那我跟妳講一下答案 答案是這一個 ok 好 所以喔 這樣等於就是說呢 利用一個for圍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就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效果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故意一下好了 這個 不要剛剛好 猜對了 我故意猜錯好了 兩次了嘛 三次 有沒有 所以第三次呢 多一個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而且跟他講 答案呢 為17 這樣的話呢 相對 會比較 互動性好一些些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只能拆三次的方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剛剛 主要是改了 把什麼呢 把file e 冒號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for i in range 1到4 這樣的話 就可以達到 我們 只能拆三次的這個目的 但是他有個缺點 就是互動性太差 因為他 猜錯了 就結束了 也沒有 無聲無息 所以呢 我們 就是在什麼呢 在這個 邏輯判斷裡面 我再補一個 如果呢 他已經拆三次了 所以 i等於等於3 而且 沒有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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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g不等於rnd的話 然後print什麼 答錯了 只能拆三次 最後呢 當然貼心一點 把rnd的值 直接呢 把它放在後面 讓他知道說 原來你 猜這麼久 原來是在猜這個數字 ok 這樣子其實還滿貼心 另外當然你們可以 把這個遊戲 看 改寫一下 其實滿多地方都可以 改出 這個 一些 猜數字的遊戲 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呢 假如 第二個 如果說呢 我不用for圍圈 我堅持一定要畫圍圈 那有沒有辦法 可以 可以把 用剛剛 第二種方法 再加一個變數 試試看